問到說為什麼這邊是不等於0 什麼叫不等於0 這個地方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說 每一個 VBA的函數 如果你想知道說 裡面的相關說明 你可以按F1 就是在這個函數上方按F1 它會跳出相關說明 這個說明裡面的話就跟我們講說 它這個函數 它能夠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實際上 當然E3顧名思義就是尋找函數 也就是說 我要找什麼關 我要在哪一個 儲存格或者是哪一串 文字裡面找什麼 關鍵字 如果說有出現一樣的字的話 它會返還 那個關鍵字在 另外一個字串的什麼位置出現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 Return 我看一下裡面好像沒講 但是在範例裡面好像 有特別提到 如果找不到的話 比如說這個是它原來這個字串 找W的話應該是找不到 所以Return會是Return0 意思就是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那它就會是0 如果有找到它就是 第幾個字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這個地方 寫成這樣的話 不等於0的話 那什麼意思 就是有找到的意思 也就是說在 這個字串裡面 假如說有找到0這個字 那不等於0 不等於0的話意思是說 有找到資料 那當然另外一種敘述方法 如果你寫成等於1 其實等於1 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OK 在這裡當然0除了是指的是沒有之外 其實另外如果你寫成那個Force 這樣其實在程式裡面 也是等於是0 的意思 OK Force 不過理論上應該寫成0會是 比較省空間 這個敘述的方法當然就是說 不等於0 意思就是說我有找到這個 在這個字串 就是這個地址裡面 有出現0這個字的話 不等於0就是 有找到了 OK 這個可能 同學來說 這個邏輯判斷 敘述的話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稍微再 轉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對同學來說應該會是 相對比較複雜的 OK 所以未來的話 你們可以 再稍微注意一下 0的話呢 除了是可以是數字之外 也可以是Force 其他的話當然 你可以 假設你不寫成這樣 你可以寫成等於1 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等於1就是有找到的意思 那 或者是等於什麼 等於True 等於True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如果等於True 這個地方甚至可以省略 為什麼可以省略 因為True的話 才會去執行下面的動作 OK 所以不等於 不等於0 甚至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省略掉 不等於0 這個其實 假設說 你說老師這個不寫的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地方的話 有點像是什麼 負負得正的意思 不等於 不等於是負的 那0也是負的 那負負就為什麼 為正 那正的話就是為處 所以其實 試一下 這裡如果假設不加的話 表示說 有找到 有找到 這個不加 這個不加 假設這個不加 其實理論上 應該 這個假設不加的話 那 辭子跑 好 會不OK呢 一模一樣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不等於0 甚至是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拿掉的 OK 拿掉 其實結果也會是一樣 那意思就是說 有找到 才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 當它為true的時候 才做下面的事情 可是如果它不為true的話 那就換下一個 這樣應該可以比較好理解吧 OK 好 這第一個 所以 我再清除一下 清除 然後再執行看看 沒問題 所以這樣寫OK 所以 如果假設 你不想寫不等於0 刪掉 沒關係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這個執行 尤其是清除 你會發現 閃好久 還好我們這邊電腦 我們上課的用的電腦 效能比較好 但你們的電腦 看有些同學用的是 像小筆電 或者是輕薄筆電 CPU的效能就比較差 一點 所以呢 會跑比較久 那它其實這個意思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怎麼清除 它是 4i等於第二列 開始 所以它會先清這個 再清這個 再清這個 一直類推 所以呢 它會一直清 清到最下面為止 那總共要跑幾次 大概跑1萬多次 所以呢 假如你要增快速度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換另外一種寫法 什麼寫法 那通常會把這四行 不要 當然你可以delete掉 可以啦 可是我是建議 在delete掉之前 前面請你增加什麼 單引號 為什麼 註解起來 不過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 行數多的話 每次都要加單引號 很麻煩 所以呢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工具列上面 按右鍵 編輯 這邊會有一個什麼 編輯工具列 你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裡的話呢 就是什麼 會有一個叫 使註解還原為程式 你會發現不見了 使註解變為 使什麼 使程式變為註解 有沒有 這兩個其實都還蠻好用的 OK 如果你行數多的話 那當然有些時候啊 如果你 在還沒有 這個確定 這一段程式不要的狀況下 那通常 會用什麼 使 程式 變為註解 那當你確定不要 你再把它刪掉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把它刪掉之後 會發現呢 那行程式 我要把它改回來 結果 刪掉來不及了 所以喔 好 那怎麼改 我是建議 未來如果說呢 假如呢 你做的 這個範圍 的資料呢 假設做的事情都一樣的話 我建議你用另外一個物件 叫做Range Range Range的話呢 不明是範圍嘛 所以你剛剛講說Range 好 那範圍的話一定是左上角 左上角是哪一個 B2 E2對不對 所以你就用E2 冒號 F的話呢 後面到哪裡 你Ctrl向下 到3258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輸入3258 OK 然後 後面的話呢 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 寫好了 OK 那這個速度呢 跟剛剛的速度差多少 其實喔 應該會差非常多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喔 我現在執行 執行這一行 給各位看一下 再怎麼 往上 E到這裡 好 那剛剛的話可能會 閃個大概2-3秒鐘吧 現在的話呢 會多久 1秒鐘都不會閃 為什麼 因為喔 它是 1整個範圍 2清除掉 所以喔 它的速度大概應該會是 原來的 至少應該是1000倍以上吧 OK 所以喔 以後記得喔 假如說 你同樣範圍是做同一件事情 的話 那 完全建議喔 你一定要用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Range 取代Sales 因為Sales是一個儲存格 那 這個Range的話是一個範圍 OK 那只是說有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 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3257有沒有 5-8有沒有 那如果你想說 那以後如果範圍變更的話怎麼辦 那你可能要改這個程式 所以建議喔 一樣怎麼樣 請你喔 先 一般習慣是 先增加一個R吧 R等於什麼呢 R等於向下追蹤得到的 這個東西 所以喔 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也就是說呢 向下追蹤到的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3258嘛 所以你就把這個F後面的3258 delete掉 然後呢 在他的外面加一個andR 就OK了 也就是說呢 把3258串在這個後面 那他就F3258 OK 那以後的話呢 如果這個R的數字變動的話 那當然喔 這裡的話 其實也會跟著變動 跟各位順便補充一下 所以我建議啦 清除 你去改成這樣 好像會比較OK一點點 所以我乾脆喔 把這個程式一樣複製 貼到我們雲端上面 所以雲端這一段程式 這邊清除的話 把它改成這樣 這樣 所以 比較建議喔 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方法 記得喔 Range 把它改成空的 效率喔 至少快1000 以這個地方來看 效率呢 至少快了1000倍 OK 好 那 OK 所以 之前 譬如說 1 2 然後那個 2 後面是 那個雙0 然後再加 and and 然後再把它開 對 那為什麼 這邊F5的那個 後面那個 3258 只有一個and 那個R 喔 你這個問題喔 太多人問了 我 因為喔 主要原因是這樣 因為 3258喔 它的右邊剛好沒有任何的文字喔 它不是在中間喔 如果假如說你 358是在一個字串的中間 那 你就是要用像之前那個i的方法 可是如果它已經是在最右邊的 那你右邊沒有啦 你就不用 所以喔 你當然如果說 假設你要用之前的方法 來完成這一段喔 也是可以的喔 358選起來喔 雙0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 and前後空格 有沒有 那 其實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跟各位講喔 會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只是說啦 有一個地方 你應該會覺得怪怪的 哪裡呢 and有沒有 and 沒有東西 那and沒有東西喔 其實說真的 多餘了啦 可是說真的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啊 只是說 欸 怎麼講 所以喔 我之前好像幾乎每一次喔 我只要講到這個andr 就每次有同學會覺得 老師你之前不是講說一定要穿的東西 為什麼 現在 主要原因喔 就是因為 3258這個啦 他的右邊沒有任何字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而且我發現 同學最難 這個地方最常會有問題 OK 好 那 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主要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 這邊喔 其實不等於0 或者不等於false啦 其實負負就得正啦 就是等於true 那等於true的話不用寫沒關係啦 那你要寫等於1 可以 等於true也可以 OK 所以喔 你會發現啦 程式有時候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說真的不同人寫喔 真的 最後寫出來程式喔 可能至少會有10中以上 那你不要覺得奇怪 那哪一種最好 反正呢齁 你只要寫出來那個程式邏輯喔 你覺得最容易理解 那種是最好的寫法 齁 那如果你實在看不懂沒關係 建議你可以在上面怎麼樣 加個什麼 加個註解 什麼叫註解 單寫 單寫畫開圖 後面的話跟他講說 喔 底下這個是什麼 多重邏輯判斷0里區 好 你會選你在底下給講 多重 邏輯 判斷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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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 你就是可以在上面寫一個 這個 將來呢齁 你回頭看這個程式齁 你會看得懂的相關敘述 那至於要怎麼寫 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 因為你不懂的地方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你盡可能在上面齁 寫的註解越詳細的話 那對於你將來回頭看這個程式的話 當然也就越有幫助 齁 所以請各位 也試試看好了 剛剛兩個部分 一個是 這個不等於0 可以把它去掉 一個是什麼 清除部分齁 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 好了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齁 試試看 那盡可能的齁 因為程式其實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一個地方都不能出錯 所以齁 一個地方也就是說 你通通不能說用混的過去啦 因為如果你齁 那個地方是懂非懂 那將來可能就是那個地方會很容易出錯 因為你寫一定會寫錯嘛 那寫錯的話 將來齁 那個地方出錯齁 那你Range 程式 就很容易會有BUG 所以特別注意啦 如果你實在是哪個地方不懂齁 歡迎可以馬上趕快提出來 OK 所以同學說 嗯 不等於0 其實就等於True啦 OK 等於True是可以的齁 那等於0就不行 因為等於0的話就false OK 所以等於1可以齁 就是不等於0可以是等於1 但是不能變成等於0 那就剛好顛倒了 OK 這個後面應該還是會常常遇到啦 因為 邏輯判斷齁 在以後自動化處理 一定會常常遇到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邏輯判斷就是 幫我們本來是用人工用眼睛去做判斷的事情 改成用那個VBA的程式幫我們取代 OK 所以理論上齁 這些東西一定會反覆出現 也就是說 將來的程式齁 通常會是回圈裡面會有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可能有一重邏輯 可能有兩重邏輯 可能有多重邏輯 不一定 但是呢一定會 通常會有邏輯判斷 所以請各位務必把這個邏輯判斷一定要熟悉 不然的話 將來很容易出錯就錯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齁 我們來聊一下 好 ним